我们继承毛主席的一致 代表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冤枉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 在叶剑英 华国锋 汪东兴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布局下 四人帮终于被粉碎 这一消息令全国上下举国欢腾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上海的贺子珍听说这一消息后 一直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也终于散去 从苏联回国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 贺子珍因种种原因没办法投入到工作中 他成为了党内的边缘化人物 这对性格要强的贺子珍来说 无疑造成了巨大打击 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在北京定事 贺子珍曾多次提出前往北京送主席最后一程 但最终遭到阻拦未能成行 他也没能与毛主席告别 即使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 也只能在大量群众中 抬着对远远的看一眼毛主席的遗体 跟自己的父亲告别 197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上 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组织询问他有没有什么需求时 贺子珍在低头沉思片刻后 说出了这个已经藏在自己心中三十年的愿望 贺子珍说 我想要去北京 探一眼毛主席 贺子珍的请求上报中央后 组织立即给予批准 1979年9月 贺子珍被中央接到北京 9月8日 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陪伴贺子珍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在献给毛主席的花圈上 若款写着占有贺子珍 由于贺子珍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不太好 临行前 大家一再叮嘱他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伤心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他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时 贺子珍挥眸不舍地又看了一眼 所有的感情都在那个眼神中迸发了出来 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红色婚姻生活持续了十年 这十年正是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最为艰苦的十年 也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经历起起落落的十年 我 我大概不能跟你一道走了 你不要这样想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了 我不想拖累同志们 也不想拖累你 期间 贺子珍始终不离不弃 陪伴着毛泽东 两人同生共死 一起面对这十年风雨 除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起起伏伏外 贺子珍也经历了生活带来的痛苦 先后与父母 儿女 弟弟生离死别 又频繁忍受着战争中遗留下的诈伤带来的疼痛 这样一对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妻 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感情甚毒 而毛主席这样一位无私无畏 抑制如钢铁般坚硬的伟人 即使在得知爱子毛爱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后 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落泪 但他却曾因为贺子珍先后两次落泪 展现出了自己温情细致的一面 毛主席第一次因为贺子珍落泪使他受伤不醒 1935年4月23日 贺子珍在掩护伤员隐蔽时 不幸被敌击投下的炸弹击中 倒在了血泊中 他头上 胸部 肩膀上不断渗透出鲜血 医生检查后 发现他身上共有17处伤口 而贺子珍在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交代大家不能告诉毛主席自己负伤的事情 以免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分心 见状 战友们难过不已 纷纷红了眼眶 见贺子珍再次陷入昏迷 战友们立即派人前往红军总部 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没过一会儿 毛主席便骑着快马赶到贺子珍身边 他拉着妻子的手 不停地呼唤着子珍 子珍见到妻子满身湿血地 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 毛主席不禁红了眼眶 抽气起来 一旁的战士们见了也纷纷扭过头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1937年8月 贺子珍夫妻与毛主席诀别 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道路 为了挽留他 毛主席动情地说道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 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 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 看到他们受苦 我忍不住要掉泪 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 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有的通讯员牺牲了 我难过地落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骑过得马老了 死了 用过的钢笔救了 我舍不得换掉 三是在贵州 听说你付了伤 药不行了 我掉了泪 当时正在气头上的贺子珍 还是远赴莫斯科去了 1939年 毛主席跟贺子珍彻底分手 两人的婚姻关系正式结束 毛主席第二次 因为贺子珍落泪 使他在上海病倒 1947年 贺子珍回到了 阔别十年的祖国 不久后到了上海 此后便长期住在这里 1948年 娇娇被接到了 毛主席身边生活 学习 此后 娇娇频繁往来 于上海和北京 成为了父母情感交流的桥梁 1954年的一天 贺子珍在收听收音机时 意外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 这刺激到了他 也让他的情绪崩溃 身体随即垮掉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 毛主席当着女儿娇娇的面 第一次落泪 娇娇深切感受到了 父亲对母亲的关心 1979年 贺子珍在实现了 瞻仰毛主席遗体的愿望后 心中的惆怅也终于少了很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仍然希望能够为国家建设 做点工作 但遗憾的是 这时的他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他更多的时间只能在床上或轮椅上度过 尽管如此 但他始终关心着国家大事 1984年4月19日 17时17分 贺子珍同志在上海逝世 贺子珍逝世后 关于他的后事要如何操办 上海市委特意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指出 现在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 贺子珍的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募一事 4月25日 邓小平 聂荣珍 邓颖超等革命战友们 为贺子珍送来了花圈 还有不少同志亲自赶来送别他 贺子珍无愧为井刚之花 绚丽 夺目 耀眼